今天有一个汽车代理生的证据员给我打电话 他告诉我,你现在要购买新的券吗? 不要了,如果你要有这样的需求的话 你给我打电话吧,好不好? 你们觉得我应该跟他做生意吗? 当然不可以,我没有这样的需求 但是除了那个,还有三个原因我不可以跟他做生意 第一,他没准备好了,因为他应该研究我 他应该知道我是谁啊,但是这不是他做什么吧 我只是一个名字和一个电话号码在他的列表里 真的不行呢?我不是一个名字,我是一个人 第二,他没带价值,没有value,对不对? 就是,你给我打电话,你之前问我,我怎么可以帮助你 但是你没告诉我,你怎么可以帮助我 比如,如果你告诉我,有那个折扣机会吧 我们可以说话了,对不对? 或者,你可能有什么资料你需要给我还是什么的 但是他没告诉我这样的东西 他直接,啊,你可以帮助我吗?不可以 第三,如果你这样说的,你好吗?可以跟我做生意吗? 当然不会是做 这个是,如果你这样说的话,你真的不可以成功 所以你跟别的人跟客户说话的时候,你需要比较乐观说 那我不怪他,因为他需要赚钱 这个我明白,我们都需要赚钱 我怪他的老板,为什么? 因为他的老板,有这个计划说,我给你很多人的名字 你要给他们打电话 这个是那个,让电话,那个计划 真的没有效率 所以这个人,他给30,40,50个人打电话以后 当然他被关了